他所設計的空間讓人細細品味 所營造的意境滿分 創意無限 那就是今天的幸福魔法師 陳蓮武設計師 今天這段幸福魔法師我期待已久 因為我記得陳蓮武設計師 上次看到的案子是從那種 高空鳥看那種 比較舊的街景去做發想 然後是現代顏色鮮明的 不過今天陳設計師的空間 我一走進來就覺得太棒了 很像是那種國外雜誌那種空間 我覺得我第一次走到 那樣子的氛圍裡面 謝謝你 開心嗎 那是我的感覺 其實你可以知道 這案子我們剛開始 其實有一個任務 就是屋主他告訴我 他有兩個…有一個修長 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空間裡面 兩部畫 這兩部我看到也是覺得 非常的開心 因為它是我們國內等於說畫 現代繪畫的一個開山石柱 他們的東方畫會八道小馬子 一層到明的作品 他給我一個很好的一個 開啟的一個這條路 那麼之後 屋主他帶我去看了 他想要購買的家具 哪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這個 餐桌椅這一套 還有我們背後的咖啡桌 那是他想要的家具 對 你可以感覺到 它事實上是一個滿鄉村 滿古典的 充滿原木氣質的一個家具 對 這是一個算百年經典家具了 是 這個品牌其實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手工藝的一個表現 那 雖然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家具 可是我在想說 它如何跟它的那兩張收藏 做一個連結 可是它那兩張收藏好現代喔 是 所以它也變成是這個案子的一個 一個起始點 一個任務 我們如何讓這個案子的 現代繪畫跟古典的家具 能夠融合 能夠轉換 所以我下了一個定調 也就是說 如何讓這個案子裡面 可以具有現代的一個風格 但是它卻不會冷戀 如何感覺到一種鄉村的氣息 但是卻不會有老舊的古典味 所以樣子這兩個 老實說南原北側的風格 要巧妙的融合在這空間當中 如果我是生技術 我覺得這是個大挑戰 所以這個案子 從這兩個案 兩個東西的一個開始 我覺得也是蠻棒的 所以會發展出一個 不同的一個走法 OK